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小丑回魂》 电影开始,哥哥比尔给弟弟乔治坐一个小船 随即乔治拿船出去玩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叫潘尼YS的小丑 然后乔治就被小丑拖进了下水道失踪了 乔治失踪后,比尔一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弟弟 即使父母早已放弃了,比利弗是一个有不好传闻的女生 在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胖胖的本刚搬到小镇,几乎也没有什么朋友 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图书馆 他发现小镇上经常有小孩失踪 而且每一个27年就会达到高峰 学校里还有一个爱欺负人的小混混亨利 但亨利却很害怕自己的父亲 学生迈克在一家图羊厂工作 因为自己的父母在几年前死在了大火里 所以迈克经常看到烧伤的人 一天,本从图书馆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亨利 亨利和几个小混混用刀划伤了本 本富商逃跑后遇到了比尔等人 比尔他们想要为本疗伤 可是商店里的医疗用品小孩子又买不起 还好他们几个人遇上了比利佛 在比利佛的帮助下 几个人成功拿到医疗用品为本疗伤 这件事情之后几个人就成为了朋友 这天,比利佛在卫生间里 洗手盆的管道里听到有小孩子的哭声 于是就用迷齿从管道里勾出很多头发来 可是头发像是有生命 他们死死地缠住比利佛 还从管道里喷出大量的血液 比利佛吓得大叫 但是父亲进来以后 卫生间的血迹就消失了 第二天,比利佛找来比尔他们 一起帮忙打扫了卫生间 随后他们又看到了亨利在欺负迈克 几个人二话不说就上前救下了迈克 迈克告诉几个人 称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小镇 并且事情都与哈里斯大街上 那所被烧毁的房子有关 比尔听后决定前去那所被烧毁的房子查看 在房子里比尔也看到了小丑 随后又有同伴受了伤 几个人再不敢停留 只能各自回了家 这天,亨利看到远处油箱里挂着一个气球 亨利走近一看 发现油箱里面竟然是父亲的刀 随后小丑出现 在小丑的叫缩下 亨利拿着刀杀死了陈睡的父亲 与此同时,比尔去找比利弗发现失踪了 联想到小丑和迈克所说的诅咒 比尔找上几个伙伴 决定再去那所烧毁的房子 果然在房子里找到了比利弗 就在迈克准备下去救比利弗的时候 亨利拿着刀过来想要杀死比尔 还好迈克把亨利撞进井里才有惊无险 来到井下 比尔还看到了自己的弟弟乔治 比尔对着乔治开了一枪 倒地的乔治接着变成了小丑的模样 还抓住了比尔 最后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打败了小丑 这部电影悬疑气氛到位 虽然不是特别吓人 但里面却真正营造出了人们心中 不敢直视的噩梦和恐惧 看完直的深思 是一部不错的佳作 好了 这部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